1955年的时候,美国为了遏制社会主义势力的不断发展,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,为了尽快获得胜利,美国派出了大量的军队,出动了先进的装备,用了不少的导弹狂轰滥炸,还使用了不少的生化性武器,打得越南十分痛苦,给他们造成了至少几百万人的伤亡。 那个时候,越南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抗,为了不被亡国,他们就向我国求助,大家都知道越南是我们的邻国,如果他们被占领了,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威胁,就像当年的朝鲜一样。 我国领导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之后,决定支援越南,当时我国的条件也不是很好,但还是从有限的军费中挤出了两百亿美元,用了不少的军用物资到越南去,无条件的帮助他们。 在我国的帮助下,越南打败了美军,再加上当时美军自身有一些问题,很快就撤军了,没想到的是越南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。 战争结束刚刚两年,越南领导就在越共会议中公开宣布,要将我国作为最大的敌人,这样的行为实在是让人震惊。 也有人将越南称为中国遇到的最大的白眼狼,毕竟他们刚刚在我国的帮助下打退了敌人,转头就向我们视为最大的敌人。 客观来说,他们对我国的敌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。 根据史记的记载,秦始皇就曾经派大军去攻打越南,占领了越南地区。 那个时候越南还是很落后的,被秦朝统治之后才渐渐的发展了起来。 他们发展了之后,就想要脱离中国,独立出去,但是他们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,一直到了南宋,因为北方有金国,蒙古等虎视眈眈,南宋统治者自顾不暇,他们才终于成功独立出去。 之后他们也一直把中国当作宗主国,自己是一个从属国,这样的关系也成了越南的心病。 他们一直担心中国会像之前一样,再次打入越南,把越南变成附属国。 所以对他们来说,与其去对抗远隔大洋的美国,还不如把矛头对准中国。